來到就是很有音樂感的節目時間 當然來到第四集 先請我的主角出來 就是天媽馬景幸 Hello 大家好 其實今天是擺明 這一集是錄音的 因為我們在新城的Multimetro IG 開直播 以及我勉強拿了天媽的電話 拿過來開直播 我想問天媽你會不會看到你的螢幕顯示什麼 未見到我們 那我先請女主角 因為今天畫明很有音樂 請了你的好朋友就是許靜雲在這裡 Hello 許靜雲 我要讓你看一下這個留言 這是什麼來的 生日蛋糕生日快樂 謝謝 我昨晚已經說了 其實今早已經說了一次 不過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Hello 天媽 因為天媽今天第一歲 所以我特意烤她 給我一個IGLive 同時之間 因為接下來是7月2日 星期六 晚上9點就是有一個 很有音樂非常下日 網上音樂會 其中請了不同的朋友 有一位是許靜雲 所以今天就特意跟T媽和T媽一起聊一下你們的雙息 音樂 先說一下 你昨天已經很快跟她說 對 昨晚凌晨的時候 很on time 這些on time的朋友很重要 我想告訴你T媽很可愛 沒有理由現在才知道 當然 沒錯 先說為什麼你們兩個會相識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很多年 因為我出道的第一首歌 就是T媽寫給我的 也是我出道的第一首歌 不是 是這個樂壇做的第一首歌 是大家的第一首歌 但想當時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個合作呢 之前還沒認識 大家都是第一首歌 其實我是聽Demo的 因為我新人前兩年 都一直唱好Demo 這首歌收到回來 我很喜歡 因為我還很記得她是唱英文的 是realize 是很記得 這樣也記得 之後我很喜歡這個Demo 我就跟公司說 我很想試試錄這首歌 但因為當時我是一首歌還沒出的 所以當時就找了Edward 我還記得很辛苦錄這首歌 因為很辛苦 好像跑了10K馬拉蟲一樣 每次錄的 我們在裡面流汗 真的嗎 對 很辛苦 這麼辛苦 怎麼錄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當時大家聽完 我試唱了之後 大家都覺得這首歌 很適合我唱 錄音的時候 應該會是我的第一首歌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期望 所以就錄了很多個Session 我還記得有一天 我錄完後 好像跑了10K馬拉蟲一樣 在房間裡流汗 但出來的時候Edward 是不只彈開了 彈開了 但我想知道 當時我原來想去到2013年的作品 這首已經是《下個他》 就是去靜雲第一首出道的歌曲 當時你聽Demo的時候 你覺得很喜歡 為什麼這麼喜歡 有什麼吸引到你 其實他唱得很好 是不是你唱的 不是我唱得很差 但我想說 他經常都說自己唱得不好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聽Demo 唱歌的人都很重要 他唱得很好 會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還有當時我覺得 我自己聽歌的感覺 第一印象 會覺得很容易上口 或者很容易記得 我第一印象 我會覺得好聽 我便會選擇那首歌 當時你還未知道這個 你不認識他的樣子 還未認識 那時我還未認識 但我們是一起學唱歌 是我們同一個唱歌老師 我其實有 我們的唱歌老師叫Jeffrey 他也有說 有個女生Angela唱得很厲害 之後就發現 原來他唱了那首歌 然後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聽到Vocal之後 我真的唱得很好 當時我們都差不多認識 但你當時做Demo的時候 已經有你的英文詞在裡面 沒錯 當時還未知是被Angela唱的 還未知 還未知 當時你見到那首Demo 你在唱什麼 If I just realize realize what I had in front of my eyes We'd be out of this place 有些這樣的東西 是有些這樣的東西 是意識到 當時有些什麼珍惜的 當時知道是被許正韻所演繹 感覺是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是多多的詞 後來我想知道 真的上到Edward的工作室 因為當時應該是 天媽你是回來香港 沒有多久 剛剛回來 剛剛回來 回來了一段 OK 就在Edward工作室裡工作 好了 當時真的許正韻上來了 你也是用了你這首第一首歌曲 感覺又是怎樣 上到你見面之後 我們有沒有見到面 沒有見過面 沒有見過面 你有沒有見過面 對 有時作曲的人和歌手 未必會見到面 對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時候是未見的 未見的 未見的 那你們真正見面是何時開始 我們應該是因為Jeffrey 所以見面 對 應該是Jeffrey老師 那時候我們會有些聚會 吃飯 然後看到這首歌是他寫給我 然後才看到 應該是差不多時間 OK 你們見面之後有沒有相應 這首歌就是我去作 有啊 有啊 就是因為這樣而有一個聯繫 OK 但我想知道當時剛剛所說 其實這首歌的曲 就是你自己的天媽 監製就是Ebic Chan 也都是你去演繹的時候 先問一下 就是徐靜雯 你去演繹的時候 是有什麼想法 剛剛你所說 很辛苦 因為你也覺得是第一部分 是 其實我新人的時候 錄歌就是 因為我一直錄不好 我之前也有訪問說過 有一首歌我錄了三年 三年 錄了三年都唱不好 即是新人之前 所以那時候對我來說 錄音是很大的壓力 我是很難享受錄音的過程 我很緊張 所以我去到Edward 我也是很緊張 我的心態就是 希望可以錄好一首歌 反而沒有想其他事情 那時候新人的壓力是 希望自己 因為我入了公司三年 都沒有出道 就會很緊張 很多想法 出不出道 很害怕 所以當時我希望 可以錄好每一首歌 可以順利 可以出道 讓人聽到我的作品 不知道你說 跑了10K 對 因為我很記得 最後的Session Edward是在Loop著的 我也不知道是Loop著的 總之在錄音室裡面 可能Loop了50次 不停地唱 不停地唱 而且中間沒有停止 我可以偷音樂 喝一口水 但他不停地Loop Loop到差不多 不知道Loop了幾次 就說 OK了 我們搞定了 我記得 但我要問 天媽 當真的完成了一首歌 剛剛你所說 其實也是你的第一首歌 是 滿意嗎 我這首歌超級滿意 啊 一定要說滿意 我們避跡一下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這首歌 我寫的時候 如果寫了一首好歌 然後找一個很好的歌手 配襯到 就真的完美 我覺得 這首也是你們兩個各自的第一首 但Angela的心情是超級緊張 你是不是不用緊張 我想知道 你交了一首歌 不是 他也緊張 緊張怕我唱得難聽 第一首歌 糟了 唱得很難聽 其實有這個可能性 我先問一下他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都沒有 因為我通過Jeffrey老師 知道有Angela這個人 他也說 他唱歌很厲害 然後又給我一些影片 所以我也有見過 那我也沒有什麼擔心 OK 有沒有令你日後覺得 咦 我可以繼續作很多歌曲 給不同的歌手 或者試試監製 編曲等等 有啊 那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覺得出了第一首歌 然後好像成績都還好 是啊 那我就更加想寫多些好的歌 是 但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直接 下歌他之後 你們那個合作 是否接下來會有一個合作 是啊 其實我們今年年初 我們已經做好了一首歌 噢 因為很多原因 還沒出到 因為這一首歌是一首快歌 是 因為我一直以來 這兩三年都很多 ballot 就是很慢 那我今年我就 其實我是突然間找 不是其實一直都有找他 然後我就說 今年年初真的很想做一首快歌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錄這首歌之前 我們也有上過他的studio 聽了一堆歌 然後這首歌我是很喜歡的 接下來就會出的 是啊 很想快點讓大家聽到 哈哈 你這樣令我很想快點說 你明明休息一會 然後再回來繼續 我覺得現在好像做了勁爆惡勢 你這樣 因為通常歌手來訪問新歌 但是到時候要再來 我想說 你不要以為到時候你不用來 現在是先這個叫什麼 術線披露 是的 是的 但是我很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所說 這次真的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這個契機就是 其實我們是兩個好朋友 就不覺得很久沒有合作 所以就要來 一起試一個新的火花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起拍Cover 我們之前有我和Jay 和Jay一起 一起拍Cover 所以我們一直都一直有聯絡 之後去到我想做一首快歌 就馬上想起T馬 因為我覺得很多年沒有 而且他做快歌 大家都知道做得很好 有信心的保證 哈哈哈哈 T馬要做完快歌了 所以一想到 希望跟他做一首歌 其實整件事很快 我們整件事好像是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因為你趕著要去錄影節目 所以趕著錄影節目之前 就做好這首歌 OK 但是當時是 只是打算快歌 有沒有想法 因為聽眾都是說 期待 期待你們的快歌 期待 我也很期待 哈哈 因為還未出的 我也很期待 我歌名也不敢問 我怕不能說 但是這首歌的時候 你們當時的合作是怎樣 剛剛所說的 想起而已 但有沒有任何快歌 只有這兩個元素 元素一是T馬 元素二是快歌 其實只有同一個元素 那怎樣呢 怎樣去想起這首歌 其實呢 我有給 可能四五個方向給Angela 就是我又說 我覺得呢 A B C D E 這種類型的快歌 會適合你 那我又問她 你喜歡哪一首啊 或者你平時喜歡聽哪一首啊 那我們這樣去 就是 OK可能D 未必那麼適合 C未必那麼適合 那我們就試試A 或者A跟B 加起來 這種風格 這種風格 就去弄一首 我們之前一起聽了很多快歌 我們就 陰影我的聲音 他再寫了一首 Taylor May 他寫了這首歌給我 所以這首歌呢 其實 這首歌是我自己覺得 錄完 即錄完 錄完這個過程也很開心 因為是之前 在我自己的慢歌裡面 是沒有的 一些東西 而且我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唱一首快歌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很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聽快歌 我都喜歡唱的 但我真的 我想我出到第一年 是真的有錄過一首快歌 但是很多年 未試過入錄音室錄快歌 我就會懷疑 我是不是真的唱到 但是我真的唱到 你會懷疑 Kima你來 挺搞笑的 我們頭兩天錄音 你都是 懷疑自己 懷疑自己 和保守 唱個快歌 好像有時候唱慢歌的方式 然後最後那天 因為我們要超高音 要飆上去 我叫他 你放一點 你就讓開 然後他一讓開 立刻飆 很厲害 然後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整首歌 都用這個方法去唱 然後他就說 咦 是呀 我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 然後 一唱幾曲就是那件事 我想說 作為好朋友 去幫你做監製 是否信心會比較大 因為剛剛所說 可能他叫你飆高音 你本身都沒想到飆到 對 因為我發現 飆高音 看過一下 有時候怎麼說 你很緊張就會唱不到 其實那些高音 反而 譬如有些人說 你平時在家廁所洗澡 唱歌是唱得很好聽 因為你很放鬆 而且你唱K 你會飆到很高音 因為整個狀態很放鬆 如果我覺得 跟好朋友一起錄音的時候 會有這個狀態 不會覺得很緊張 很緊張 唱不到要罵我 但他跟他一起很放鬆 就可以做到很多 平時很緊張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我剛剛那一刻笑 是因為我覺得 天媽不太會罵人 是呀 所以你不用擔心他會罵你 剛剛所說 一開始 天媽都說 好像很保守 懷疑人生 懷疑自己 但當時 為何Angela 你這麼保守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錄過快歌 你覺得自己唱不到快歌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奏曲不夠 我唱很多慢歌 我用了很多唱慢歌的方式 唱快歌 很多東西很收 不會放得太多出來 唱慢歌是不可以喊 或者很多東西不可以太放 收放之餘 但唱快歌 今次我是覺得 這個感覺是我想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錄快歌和慢歌是很不一樣的 是否都是量身訂做給Angela 基本上是 你想了些什麼而量身訂做這首歌 當然要飆高音 你選擇第一名 因為他很喜歡某一個藝術 他很喜歡Ariana Grande 我覺得放少許Ariana Grande的風格下去 加上Angela本身很厲害那件事 就是高音很穩定很強勁 這兩個東西加其他元素 就是提供了 提供了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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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聽了之後 當時有沒有信心可以唱到你這首歌 沒有信心 因為那個Demo很複雜 是否也是他唱的 不是 不是 那個Demo唱得很好 一個女生 真的唱得很好 然後我就說 會不會太難 太多東西 而且他本身這個Demo 就當了很多歌曲 我之前也沒試過 很少錄法歌 我就覺得 慘了 我會不會唱不到 我也有跟他說 但後來真的一步一步 真的能做到 是 不過我覺得 回到你來說 我覺得監製其中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令到現場的歌手 一個人放鬆 我記得我一次跟他做訪問的時候 他經常說 出去吃個飯 整天都是吃飯 不是吃飯是喝客氣的 一會吃一會 一會再回來繼續 剛才也提到 其實今天是一個錄音節目 擺明也是 為什麼呢 For Tee Ma生日 Yeah 謝謝 我們剛剛已經去完 已經去完 還有蛋糕 還有蛋糕最棒是 最棒是Tee Ma用手 整飾 對 我想問你為什麼 Tee Ma用手 Tee Ma用手 人家是拍攝他 很闊的 對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不熱的嗎 快速做就OK 不熱的嗎 然後已經熟了 但也是真的 為什麼 一年第四集 來到這個很有音樂感的節目 就是因為有一個很有音樂會 現在是七月二日星期六 晚上九點鐘 是一個網上音樂會 到時 就是Tee Ma會請來三位朋友 Jeannie Yumi 以及今天 的Angela 在今晚來 嗨 到時會唱歌 聊聊天 我知道Angela 最近她很忙 她是忙著要編我們這些曲 她很忙啊 是啊 因為我昨晚凌晨的時候 就收到她的判斷 是 而且她同時間還要做其他歌 是 所以我非常感激他們 也是感激你 因為一起出席這個活動 大家如果想了解詳情的話 可以去Multi Metro的IG 或新城的Facebook項 都是可以的 HAPPY BIRTHDAY 是呀她是今天的生日 謝謝 大家記得留言 她會看到 我不斷在那裡說 我講完之後 應該做完節目 在那裡說 在宣傳她的生日 我現在問了她幾多歲 她很年輕 如果大家沒有聽到上半集 大家留意電台節目 也提到你們在做首新歌 我就說有時候 好像剛剛Angela也提到 其實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這首新歌 因為是快歌 但是在好朋友的幫助之下 她作為監製 但我也說 其實有時候 作為一個監製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怎樣幫歌手發揮 還有我記得之前和你做節目的時候 你提到 其實你是想在歌手身上 找一些新東西的挑戰 沒錯 這個挑戰 你覺得對Angela來說 大不大呢 我其實一向覺得不大 是一個挑戰 是一個挑戰 OK 我想我們錄音的挑戰 就是怎樣錄那時候 不要像用唱慢歌的方式去唱 一開始的時候是有少少這樣的 但是在最後就是 我記得我們叫了炸雞 是呀 我都說你又吃東西的 是呀 叫了炸雞 我想問天媽 你上來這裡 為什麼不拿東西給我吃呢 誰知道主持人這麼喜歡吃東西 下次你拿上來 然後拿炸雞 是 叫了炸雞 然後就飆高音 我有問題 不是不可以吃煎炸東西嗎 唱歌 是呀 其實不可以 但是她說 很想吃炸雞 是呀 這樣就叫了 OK 因為他們叫了 他們叫Burger 是 所以我很想吃炸雞 然後就搭搭 叫炸雞 薯條 其實在炸雞之前 都還不可以 還是很拘謹 對 但是吃完炸雞之後 嘩 很棒 我記得第一、二集 跟天媽做訪問的時候 天媽有提到 她說以前 Edward Chang的時候 也是 歌手 未去到一個好的狀態 那我就記得 你說過Edward 就是找他們出去聊聊天 然後回到錄音室 就不知道為什麼 她又沒事了 又OK了 現在你就不用那個方法 直接吃東西 直接吃東西 用吃東西 為什麼吃東西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吃東西之後 她又上了高音 你又覺得 可能真的是輕鬆 這是 chemical reaction 那些炸雞 炸雞 真的炸雞之後 再回到錄音室 就已經可以唱到那個 我們都沒想過 其實我們打算吃完炸雞 可能輕鬆 試一下 試一下一兩個 怎樣唱得比之前更好 你有沒有說 當時給Angela 沒有 基本上我們是 當時掌握高音 然後覺得太保守 真的要爆一點 我就說 你爆吧 你喊吧 她擔心會不會很喊出來 但她擔心喊出來 其實就搖了一聲 我就是最喜歡喊 我終於都可以喊了 因為其實你這樣 也不算是喊 是算是很放 很爆的聲 是 其實為什麼 我想知道 不知道應該是問歌手 還是問監製 那個法學的作用 一個是本身很擔心 不知道自己 還有有壓力 是否能唱到上去的位置 甚至是否能做到 原來監製想我做的事 而監製其實也很想 歌手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你控制不了他 其實為什麼可以做到 到最後真的可以叫事成 你覺得 其實都是要令歌手舒服 還有試試不同的事情 因為我們大家的語言 可能我覺得 就是可能她覺得喊 我未必覺得是喊 是 那就是要找對 怎樣溝通 還有用什麼語言去溝通 就是她可能覺得 這個已經是很喊的 但是其實 這個是我正確的事情 這個是我覺得爆 不是喊 你喊可能是再加多 20% 這樣可能就是喊 那都是找到怎樣溝通 以及怎樣溝通到她明白 亦都我明白 我想請Angela 當你喊到那個音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很爽的 很爽的 很爽的 她好像很驚訝自己做到 我經常說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不要這樣 因為我很少可以喊 可以有這麼闊的範圍 怎麼說呢 孟哥很少可以唱得那麼爽 我就會覺得很爽 是 我很想知道 在Studio裡面 當時有你兩個 你可不可以互相形容一下 我想聽一下Angela Angela你會怎樣形容 跟T媽這位監製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溫柔的監製 而且她感覺到她的內涵滲出來 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形容 她是很溫柔的 因為她拍過她的時候 還不是T媽的 還不是 所以這次是真正第一次監製 你覺得跟她平時認識的 她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覺得不會說 我們私底下認識 跟她真的工作的時候 還不是突然間 譬如有些人可能工作 跟私底下有很大反差 但她不是那種很大反差 她也會給了一個舒服的感覺 有些人可能是很嚴肅 但私底下是很嘻嘻嘻嘻 但她沒有一種反差 會令我覺得不舒服 有些人不知道她 做事會不會這樣不行 但她沒有 她給了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是平時相處的 有沒有壓力對著監製 其實我是覺得 對著她不會有壓力 但我是自己覺得 唱這首歌有壓力 因為我也會覺得 會不會 因為我Demo裡面 那個女生唱得很好 我就會覺得 慘了 我會不會也沒有那麼好 沒有Demo那女生唱得那麼好 浪費那首歌 我覺得一個歌手 會覺得 怕浪費那首歌 因為本來這首歌做得好 就很害怕 我唱會浪費那首歌 Ti Ma呢 其實Ti Ma呢 你怎樣給歌手信心 怎樣給信心 除了炸雞和Burger 其實也要相信他們 真的要相信他們 做到那件事 如果自己也不相信 其實也很難 令到他們相信自己 你當時怎樣令Angela 相信這件事 不是的 她很相信 我是相信得多於她 她是讓你完全感受到她的信心 對呀 對呀 她是會言語間或者錄音的過程 令到你會覺得 我是做得到 OK 整個過程 你們幾個節奏 好像你所說 好像三天 兩三天 都不記得三四天 有錄下和音 你會怎樣形容這三四天 你們中間的相處 因為可能你們平時都是以朋友的認識 可能是吃飯、聊天、聊天、閒聊歌 真的是工作 你會怎樣形容 但我覺得好玩 為什麼好玩呢 我也覺得好玩 真的好玩 因為我自己也很害怕 錄音很嚴肅 或者怎樣說 令到很緊張 我也很害怕 但我覺得這次完全沒有這件事 甚至是覺得好玩 因為錄快歌 我真的很久沒試過 但我覺得錄音的過程是好玩 好像有很多新鮮的東西 我之前很少接觸到 因為我錄慢歌的時候 怎麼說 不會錄到一些快歌 例如一些adlib 你無緣無故在慢歌會出現 但是你在快歌 你可以有這些聲音 我會覺得很新鮮 這次錄音的過程是好玩 是好玩 OK 天媽呢 那個問題是 哈哈哈哈 我已經開始賺錢了 我們的相處是怎樣 是呀 走聲公 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平時的相處和錄音的相處 我想這個情況就是 給歌手一種很舒服 我跟Angela說的很舒服的感覺 休息一會 是 我要讓T媽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 好 來到最後一節 一定要說一下 今天大家聽到很多不同的話題 但其實我節目尾的時候 一定要請兩位唱歌 因為接下來是7月2日 這個音樂會裡面 兩位到時都會在現場唱歌 我想說一下 說明很有音樂 剛剛說了音樂很大部分 好了 很有音樂 平時你們兩個在一起 會做什麼呢 整個朋友仔 沒有聽過 聽過 真的嗎 看MV 對 很幸福我們 早兩個星期 慶祝我生日 慶祝你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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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你 我是金謀祖 很勤勵 是嗎 很孤寒 還有 我這個很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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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才知道很勤勵 你們兩個 剛剛所說 其實你是2013年去相識 但真真正正 真的叫做熟樂呢 我想今年 我們今年見到比較多 還有之前吃飯 剛好她的studio 可以說的 開了 她的studio開了 好漂亮 好大的 好大的 她的頭 是做什麼都可以 可以在她的studio 然後我就上去參觀 我們就很開心 她覺得真的很大 然後我就說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唱音樂 可以上來拍都可以 是 我也不明白她的studio 這麼大的原因 是什麼 你已經上去過了 我還沒 我們直接再講一次 我還沒上去 我一進去 快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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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進去就 我一進去就 我真的說完了 OK 這裡有個 有個 波台 這裡有個 巴台 然後進去 好像有三間房 四間 四間房 四間房是 錄音 大studio 小studio studio 多數有兩間房 一個是錄音 一個是廳 OK 然後就過錄音室這邊 她就再帶我們去另一邊 錄音室 還有的 還有的 怎麼這麼大 還有的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 是覺得她應該很有錢 哈哈哈哈 但是你們兩個 譬如剛剛所說 上去的時候 是否今年就開始熟 是否因為這首歌 要製作 所以開始熟 是的 而且也因為我們唱歌老師 所以我們都會吃飯出來 我想說 剛剛就形容她的監製 我也有問過她 她說唱歌 她說唱歌不行 我想你作為同學給點意見 她唱歌不行 她說過自己 給點意見 她說過自己不行 她為什麼不行 不行 她不斷就是這樣 她為什麼不行 我們一起相信她 很OK 但是你剛剛所說 下次找你監製 小哥 很害怕 但是你們那個叫做 一起學唱歌 就是找同一個老師 但是剛剛所說 你們相處的時候 可能都是聽歌 或者是唱歌 會不會有唱歌的部分 我們都會 有幾次唱過K 對 唱K T媽最喜歡唱什麼 她很少唱 很少唱 我喜歡周杰倫那些 你捉人上去唱歌 唱K 不是那種咪把 不是我是聽她 因為她很喜歡唱K 原來是你 他剛才 不知為何會 平時還唱不夠 唱K 還要不斷唱 但很好 你會不會唱自己歌 我好像不會 不會 通常是被人點 自己歌 我也訪問過那些歌手 他們說他喜歡唱K 但真的不喜歡唱自己歌 因為自己歌 平時也經常唱 可以唱其他歌 例如網上音樂會 我也很喜歡唱別人的歌 所以接下來的網上音樂會 我相信也有些遮蓋 但剛剛所說 你們兩個這種聲聲相識 雖然是今年認識 經過今年叫熟樂 但會不會 剛剛你想說 一見面是會聽歌 或是看MV 會不會大家的音樂都很相似 想喜歡的類型 其實都是喜歡音樂 但因為音樂的類型太多 大家反而會想聽一些我自己沒聽過的歌 會想在他的音樂世界裏面 有一些我沒聽過的東西 一些新的東西 同樣 我也是這樣 OK 好 不過這樣 我們說了這麼久 怎麼也要他們兩位 因為我們今天開了RG Live 大家都是等著 就是這個聽歌仔的時間 唱歌仔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因為接下來 再說一次 就是7月2號 星期六晚上9點 就是很有音樂 非常下誼 我想我會到時 這個非常下誼 就是希望有一種Summer的感覺 同時之間 我覺得她正運 是一個很開心的女孩子 所以一定可以給予很多能力 T媽是一個內淚 好像很內斂 但其實我看她的影片 很奔放 可能我剛巧看 只是她和另一本奔放的影片 好 這個時間會現場唱首歌 但我想知道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選了她的好友 選了她的好友 選了她的好友作的歌 選了她的好友作的歌 這首歌在7月2號不會唱 是 因為我們首新歌還沒出 是 然後舊歌又想放在7月2號唱 所以今天才唱著她的好友的歌 是 就是 情歌之後就是J-Fone 好 這時間就交給你們兩位了 請 唱歌 的音歌翻唱十年 简单爱要极勇 无奈天黑黑到在南护送 你要保重 起铁街难逃烈弯 披声大雨到人间 时光确定 确定开吞 分飞点尾叠针重发 曾说了 再见也 东深淡花火雪散就散 红绿灯终失散 一生所爱 为失于四季间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 情歌只配为你落泪 曾经跟你遇见那谁 酷爱那谁 漸漸没再伴随 攀过了高山低谷泪更唏嘘 怀念没憑据 空手而来 饮事大哭淡去 愿继续苦中作乐去 一路经历春夏根秋冬成雨水 仍然明明借你 陪同回忆里 曾一醉再醉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 情歌只配为你落泪 曾经跟你遇见那谁 酷爱那谁 仍然有我及你伴随 攀过了高山低谷泪更唏嘘 同步幻念碎 一生何求掩饰单曲淡去 愿继续苦中作乐去 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嗯 Thank you 我想说这首歌最难的挑战就是歌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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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到我不停混合歌词不知想怎样 即是你还记得唱哪一段 但是呢 很好听 很多听众都很好听 其实就是 我知道都很期待 因为我自己很久以前都已经开始看 就是小背心的歌 唱歌 那时候我都说我小背心就常常找你 好像是 是啊 很好听 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也真的 未来7月2日就是 我上音乐会 希望大家一起在现场 虽然是隔着个屏幕 但也真的很令人陶醉 但我想说那个陶醉 我刚才看着天幕 我第一次看你弹琴 是吗 是啊 好像也是 非常OK 谢谢 我觉得你那个陶醉 我刚才忍不住 那几张照片 切点声给你 好 好希望到时大家 听歌词 我觉得是玩得开心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非常感激 就是Tim 以及Angela 一起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我们到时再见 好 到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